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本来正想做最近FB看到的几款垃圾游戏 结果少了一眼日本商店 看到了一款,根顶是第一名 但评价却不高的IP改编游戏 Cold Gears 反叛的如如修,失落物语 游戏发行于5月17日 开发商是日本的F4 Samurai 并由日本的DMM Games发行 F4 Samurai 成立于2010年 本来一度是SEGA的子公司 在2020年时由内部高层买下SEGA的持股而独立出来 旗下知名的作品有 2017年的《魔法纪录 魔法少女小园外传》 以及2020年的《迪士尼扭曲仙境》等 目前还有一款正在开发中的游戏 圣洁天使 RELINK DMM Games 是DMM.com 旗下的研发部门 成立于1988年 也涉足了不少产业 并发行过不少游戏 例如2013年的《碧蓝航线致敬的对象》 《剑队 Collection》 2015年的《刀剑乱舞》等 而反叛的鲁鲁修 这作品的热门程度应该是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其中不少桥段也被后来的动画当作致敬梗 虽然已经是2006年的作品 但故事真的非常不错 如果没看过的观众 我十分推荐 而这款游戏最早发表于2018年的东京电玩展 于2019年以各种考量下宣布延期 直到去年才宣布重启 玩家初始可以选择性别 随着鲁鲁修一同展开冒险 游戏核心的玩法 类似于明日方舟这类的塔房作品 角色会驾驶机体出战 这部分可以看作是武器 部分角色也有专属的机体 而机体可以透过商城 活动 抽取 建造等方式取得 遇到boss战 还会转换成PVP的对战视角 而除了战斗线 还有随之解锁的故事线 可以看剧情故事以外 就是让你领石头用 但不得不说 3D建模的呈现 是蛮普通的 呈现的画面可能并不如我预期 如果用一般的动画 或者2D的方式呈现 或许会好一点 而这游戏本身也非卖立会 所以除了看板娘以外 大多的时候就是跟机体干瞪眼 这在如今越来越多 卖二次元立会的市场 只能说是略显劣势 而商城是可以直接买部分机体的 购买所需要的货币 跟游戏内获取的是不共通的 所以对于未来 PVP 竞技 或者高压力的后期来说 无刻的生存压力会比较大 毕竟天生的差距就摆在那里 结论 只有做好被射杀觉悟的人 才有资格开枪 该款的游戏性确实只能说是普通 除非你是真的很想体验剧情 不然应该会觉得很无聊 外加偶尔会突然断线跟卡死 而如果是想玩这类机器人的对战游戏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玩 超级机器人大战之类的作品 搭配BGM跟战斗画面 真的是帅爆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